一波回发 对这个时候通常解决办法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队友给叫过来 黄阳明随便带走了小天蛮 这个随手带走一片云彩的 大家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他的狙击盛宴 哎呦你看看是不是狙击盛宴 小天蛮了 嗯实际是掉在了那个地方 然后看到狗门一个清点人数 那另外一个 哎呦看到了这是鬼鬼 在那边被拘到最后就是一打一 黄阳明这个 居然是在队内手臂的狙击盛宴 估计算到他回方的位置 一个好的兵脸的针对 但这里杀达两个招名也不是只会硬干 哦这波小操作秀到了 并且一回头再把这里的小天蛮也带走 哇这确实是没记的展现 除了技巧之外 你可以发现他的意念 还有他的逻辑也是非常高端的 要有兴趣 哎呦 现在开始打出发现了NARF 但主要他的一个目标方向还是错了一点点 但实际意识已经不错了 我还没得去操控一下这个子弹的 对 7比3目前方巴士是领先了4分 对 不过这里我必须说 哇王阳明这一枪打掉小天蛮 寂静无声之后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刚刚说嘛 再有这个进步的可能跑不掉 干脆在停在这个地方 王阳明空了一枪 但是穿掉了小天蛮 这是什么有挂 太厉害了这里 而且他刚刚你看他那个瞬间也蹲下了 算是 哇王阳明这一枪反应特别快 来找王阳明知道必须先清掉王阳明 但是反而对王阳明打死 那这样就没有办 天蛮不断的在变位 而且王阳明自己很忙 先鞠掉一个 在他狙击里面只有梦想 打完之后三打一的三局 完全就是靠不掉大瓜这里一个人的操作 并且这里 王阳明自己去看 鞠掉了一个 没错 你再这么快 试试看 一下等一下 确定赢了再说 对 但这时候方巴士 还没有放弃希望王阳明 好了 那也是来到了MV环节 是给到了方普拉站的王阳明 这当之无愧了呀 这局的操作我们都是勇不够 确实特别厉害 你可以在大师赛看到吧 KZ居成这样的人不多 尤其不管是不是KZ 你看那个弹无虚发的感觉是很可怕的 我还是比较疑惑的 他的状态怎么能保持这么好